大家好,我是Karen 劇雲羅 今天帶大家由荃灣市中心通過兩條時光隧道 去找一個脫離現實的童話世界 你今天笑了沒有? 很開心,真的笑,女心大爆發 創樓梯 突然有郊遊遊飄 祝你們繼續保持童真 Yeah! Hello,大家好,是我Karen 劇雲羅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荃灣站 我們後面就是荃灣站A出口 我們就要往A3出口余景新城的方向 即是那條長長天橋出發 那邊 出了A3出口,下一幾步路 已經看到余景新城天橋 很多人在這裡,我們走快點 其實我們一進入余景新城天橋 看出去其實已經看到一條好像殘殘舊的天橋 我以前經常想這條天橋究竟去哪裡 今天我們就要踏上這條殘舊天橋 希望我不會踏倒它 我們繼續走 一路走,我們都會看到右方那條舊天橋 那你走到這裡 你就知道你差不多要轉進去 轉右,轉上這條天橋 那就是在前面這個位置 踏上了 只是一對玻璃門之隔 我們就由一條有冷氣很新的天橋 那這裡原來都封住了 反而在天橋裡面回音很大 看不到外面 那這裡都可以打卡,我們先打卡 然後離開了天橋就進入好像一個公園範圍 這裡我們往前走幾步路 我們就會靠走進一條彩色隧道 第二個霸卡位 突然有交遊遊票 沿著一條路走 出了剛才天橋 一分鐘都不到 就來到這個彩色隧道 有很多三巨型的幾何圖 都挺漂亮 一出了隧道就看到一條長長的樓梯 我們現在要上樓梯 上完樓梯級之後 我們就轉左了 沿著馬路繼續微微向上走 我現在就在上車 終於可以脫口罩了 要和大家試過鞋 因為已經連續好多集 要戴口罩行山了 但一陣間我們踏空壁畫的時候 都會在別人的村子 所以一陣子都要戴口罩了 今天選擇走這條路 是因為天陰 本來我也想走山的 但因為超級陰天 超級大霧 上到山頂都看不到什麼 所以都可以給大家一個推薦 如果陰天 就是不能走山 不知道做什麼的時候 就可以去這條路了 我們現在來到51號巴士站 這裡有一個洗手間的機會 左邊有一個公廁 有需要就去了 我們就會過對面 其實都很明顯 看到彩色梯級 這裡要暫停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扶路攜友的話 非常之不建議在這個位過馬路 因為車開得有點急 建議你跳過大榕樹一站 在Amc51號車站那裡 繼續往上走 走多兩個小時左右 就會有安全度過對面馬路 即是我們的目的地 我們現在就過了馬路 這裡有一個彩色牆 這個壁掛牆是那邊的 我們就走那邊了 雖然看到很多彩色格子 但不要太心急 我們是未到壁掛村的 拍完以後大榕樹 繼續上斜坡了 我們來到這裡有一個綠色的蟬逢位 寫著光板田尚村 其實已經看到那個壁掛村入口 很彩色的牆 我們走多幾步多多 我們來到光板田村 我們有兩隻很可愛的小狗 歡迎我們 寫著歡迎回家 這邊就是觀板田村二段 我們準備進村 記得戴口罩 一進村就有個公廁 需要去就先去吧 開始我們的彩虹樓梯之旅 這裡真的很開心 彩虹樓梯 整條村都很寬 好像去了童話世界 超歡樂 現在上了幾級彩虹樓梯之後 上到最美的十字分岔路口位 然後有分岔路左邊 其實你也會看到 有幾隻小豬 超可愛 超可愛 你看我現在說話都很細聲 因為這裡始終都是居民的地方 大家就降低聲量 童話小屋在那邊 彩虹樓梯 旁邊就是這個 好像童話式的屋 很漂亮 這個位置是打卡位 我剛剛拍了一張 真的很漂亮 現在在這個位置拍 記得小聲點說話 再走就是人家的家 你們拍完這裡就算了 不要再走 我們現在回頭 不說你不知道 其實剛才過了隧道之後 我們已經進入了大夢山的範圍 光板田村 這裡是屬於大夢山山腳的一個寮屋範圍 由荃灣走到上來 大概半小時至八個字 這裡有廣板彩虹眷村之稱 這些壁畫都是由一班義工小朋友和村民共同創作的 壁畫的圖案都是光板田村的歷史 例如這個豬油廠或者洋風牆 我們現在要去這個重點打卡位 我們繼續上樓梯 有個童話小屋 這塊真的很漂亮 很開心 真的笑女心大爆發 這個真的很可愛 超可愛 整間屋狗一樣 這塊石的形狀 因為今天下雨了 因為可以坐在前面拍照 我覺得真的很棒 一路向上下 越來越深花路況 這裡有很多彩色的樓梯 還有越來越多大幅的壁畫 來到這個位置 不得不提 其實光板田村 他們是盛產大船菠蘿和蜂蜜 所以周圍的圖畫都有蜜蜂 這裡就是蜂巢 超彩色 這個好像Villie the Foo的世界 我們也拍一張照片 這裡很漂亮 風巢旁邊 我們看到有一間藍色屋 其實去到這裡 就是壁畫村 差不多熔熱的部分 主要都會集中在這條路 由頭走到尾 不停的話 其實就是三分鐘就走完 就算你不停地打卡 不停地打來打去 我想其實應該半小時之內 都一定能拍完 所以拍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樓梯 下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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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剛才 歡迎我們那兩隻小豬 其實這裡一轉出去 剛才綠色層可以乘巴士 五十一號離開 又或者沿路折返 就是我們怎樣來 又怎樣走回荃灣站 今集打了這麼多靈卡 又帶了這麼多銅針 給大家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下星期再見 祝你們繼續保持童真 呀 耶